我要分享一个大概就是 40岁左右的一个会计 会计应该很精明 计算钱的等等那一些 他就有一天就是 他这个礼拜 他的老板的发现都 为什么算钱结账 下班结账都结错了 而且会计不是有表哥吗 他表哥会填错边 收入变成支出 支出变成收入乱的 对 回到家他老公就说 以前很喜欢追剧 可是回到家 现在连剧都不追 回到家洗个澡 就倒下去睡了 门整看他其实人都OK了 手脚自己走 还可以跟你笑 名字都答得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 100减7剩多少 他就开始减错了 对 然后我们就讲100减7多少 再减7 再减7 他减不出来 那我们就换一个 20减3比较简单的 他还是减不出来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用笔 帮我画个圈圈 它圈圈会不会连在一起 他真的画不太出来 那我想说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 老爸收住院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然还是会做 年轻 你说失智症 40几岁不是不可能 可是比较少 那我们还是做了一个脑部扫描 他脑部真的是有个中风 就右边耳叶 他有什么危险因子 对不对 最常见危险因子是三高 他都没有 他也没有吃避孕药等等那些 所以好像找不到任何危险因子 后来做了赫尺共振 我们发现说他的中老动脑上去那一段 其实是断掉了 完全都不见了 然后旁边有很多小小小小的那个 我们讲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 这种其实不会很常见 在台湾四年前的统计 十万个人里面大概只有零点一个 很少很少见 可是他如果是小朋友发生的话 很多时候在小时候会有癫痫发作 有可能说这个癫痫癫状的 这个血管变异造成的 大人其实很多就是我们讲脑中风 或者出血性的脑中 不管是梗塞或者是出血 都有可能造成 大家讲说这样子发现这个问题 接下来怎么去处理 但有几个处理方式 一个就是追踪观察 不少病人真的是继续吃药 预防一些危险因子的控制等等那些 另外一个我们会 除了做标准的血管摄影以外 我们会做核子共振 或者掉尔断层的灌溜量 看他那块的血流 是不是真的是血液 供应量真的比较不够 不够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考虑做 我们讲血管烙到丑树 这个就跟普通的 颅内血管狭窄 可以单纯放支架是不太一样的 像我妈妈那时候 因为她是乳来后来转到肝 再转到脑部 她最开始发现自己有问题 应该我说转移的时候 最开始发现自己有问题 就是她算数算错 因为我妈妈是银行出身的 所以她数学一算错的时候 她就觉得不对劲 然后马上去看 去找 已经跑到哪里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70岁的老太太 她本来是很喜欢游山玩水到处交朋友 那突然就开始不讲话 然后也不出门了 那家人以为是早期的老年痴呆 或是失智症 就带来医院看 然后发现是一个 腰椎第一节的压迫性骨折 不舒服才不想讲话 很不舒服 那我们就用那个气球扩张术 把她骨头撑开 然后再用再生医学的骨浆 把它固定 然后跟她骨头再生 然后病人就很快地恢复 对 老人家其实很多骨骼里面 关节是走不动 因为她耕田出身的 到老的时候这两个膝盖 你看她也是一尺都不讲话 你膝盖不好你会讲话吗 我会不开心 对 会不会膝盖不好 我会讲更多 因为坐着我不能动 你有病痛也不太强 真的 那不舒服 对 第三样了 症状频率大改变 身体感觉异常脱不得 大家可能有喂过母奶的 妈妈都知道小宝宝 她那个母奶变一天可以好几次 一八次都很正常的 我一个朋友有一天 她就跟我传了一个简讯来 她说她的这个子女 这几天有点小感冒 可能是被我家小孩传染的 不过她最近肚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排便次数越来越少 她其实大概一个礼拜之内 她的肚子变很大 所以可能就八次 然后六次 四次 三次 然后就零了这样 然后她就说 这个正常吗 然后就给我看一张宝宝的肚子的照片 好大 这个要穿破了吧 这个气球有点大 所以赶快去挂个急诊吧 对 这个宝宝呢 她其实不到两个月 她去了医院之后 我就说你把你妹妹的这个line给我 那我直接问一下她的病情 那我就说你怎么了 她就说因为小感冒 那我说你感冒有没有吃药 我就说那你把那个药单 整个copy给我看 那其中有一种呢 我就以前已经就有碰过 小朋友吃到那个感冒 因为年纪很小的 她这个感冒药 虽然是一般流鼻涕的药 但它同时也会让你的肠胃蠕动 会变慢 所以就是我之前就有这个经验 我就说那你就不要担心 这应该不是什么腹膜炎什么 大概都不是 就是你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所以你就住院呢 然后这个休息一下 然后一开始因为太胀了 放一个鼻胃管 把那个气稍微消过去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药效退了以后 她肚子就最后就消了这样 其实啊 六个月以下的小baby 其实不太需要吃感冒药 这些感冒药没有不好 它也很安全 但是难免碰到一些小baby 它的反应就特别的距离 大概是提醒大家 对啊 那其实频率改变真的要注意 我最近有一个内科会诊的一个病人 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男性 那他是呢 在这三四年来 其实他就觉得说 他的心跳会忽快忽慢 而且那个忽快忽慢的那种频率越来越高 那他也去看了心脏科这样子 那一直以来也没有真的查出什么很特别的问题 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他在这几年间呢 他发生肾结石的频率发生了五次 而且一次比一次还要密 第一次跟第二次隔两年 后来就隔一年 后来要半年这样子 那这次是因为急诊 因为发烧剩余剩余剩余 因为结石剩余剩余收住院 可是收住院那个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从头到尾 这个病人也主述 就是说按照他的卫教去做 然后后来他们发做一些系列检查 就发现他血中的浓度的钙的浓度 血钙的浓度非常非常高 高血钙就会造成心跳忽快忽慢 然后呢就会造成容易有结石 甚至骨头痛跟全身无力 这些都会有 所以后来就去找这个造成原因 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他是在脖子的腹甲状线 他其中的右下长了一个线流 是一个良性的 就这一颗流 让他这几年过这样的日子 所以后来就会诊外科去开刀开掉 其实开完刀之后 其实什么都好了 其实有些这么小的一个问题 那个流胎才两公分 就折腾了他这四五年 真的耶 像我自己在拍戏的时候 我都会希望说自己 比如说早上起床 提早一个小时 然后我喝温水 然后就可以去排便这样子 那但是我前一段时间 在拍戏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因为我被邻居吵醒 常常都是那种 我的睡眠变得很不好 而且我是很浅眠 不容易再睡回去的人 长时间这样子下来 我的肠道发生很严重的状况 脏气之外 我会便秘好几天 一个礼拜只上一次厕所 然后那个肚子 尤其是我的肠子 就是下腹部这个地方 会胀到 你知道他们已经订好妆 给我穿的戏服 是完全穿不上去的 我觉得很可怕 而且我回到家之后 我想说 那不然我去买一些 什么软便机 或干嘛的这样子吃 可是又害怕说 自己的肠胃道会出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寻求 身边的一些朋友讲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自己的这种肠胃排泄 干嘛的 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频率 或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那有一天 我一个护理师的朋友 他就介绍我说 你可以去吃这个 它其实就是纳豆的氢气 就一吃 慢慢的 就从比如说 原本是一个礼拜 只能够上一次厕所 因为我在家上生活 也是压力比较大 拍戏工作这样子 然后可以变成是三天一次 然后渐渐就可以一天 早上起床之后 真的喝了温水 又可以上厕所 这样子的原本的状态 然后我想说 这个菌怎么会这么神奇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吃益生菌 其实是对身体很好的一种发扰方式 因为它这个菌很特别 因为它叫做枯草菌 对 没听哭 对 这个是一个日本他们乳生菌大厂 在研究益生菌的过程当中的意外发现的 那大家都知道 日本最有名的一个保健食品 或是说他们日常会使用的这个食品 叫做纳豆 对 我们在吃纳豆的时候是不是会搅拌 对 好好吃 它就会堪吸 里面都是充满了各种的好菌 就那个堪吸的那个东西 对 湿菌 没有错 所以纳豆的这一个好菌 跟我们这个枯草菌 它其实是氢气的关系 然后它因为有很特殊的这个包子结构 所以它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边都已经有打开了 你知道打开来闻一下呢 会有纳豆味吗 淡淡的纳豆味 所以如果真的有 真的有纳豆的 真的 它长得也很像纳豆的颜色 那像我们拍戏 因为一档戏下来 我不是拍一天两天三天而已 这样子 我们都是几个月的 那我为了怕说自己 万一说吃完了 因为它其实一天只要吃三颗 我们随餐这样子服用 就OK 它有出这样子的小包装 非常的好带 对 而且你知道上网去买 我一次买三个月多方便 食料当然是最 可是吃不了那么多纳豆 你可能吃很多很多纳豆 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容易 肠胃都会胀气 所以我会避免自己吃各种产气的食物 比如说高粒菜 比如说豆类 就即便我觉得吃 豆浆那种 对 我从头都不碰 即便说像吃泡菜 吃纳豆 我可以帮助我的肠胃蠕动 但是在那个阶段 我是不敢的 所以我就只能够像这样子 吃好的益生菌 天天吃来帮助自己的肠胃保养 它是用吞的吗 它是用吞的 而且它很小颗 所以如果用嚼的话 会感觉像吃纳豆 我没有试过 如果想吃纳豆的话就嚼一下 吃纳豆 你说用嚼的吃纳豆味吗 我嚼的是纳豆 可是那只闻它淡淡的而已 没有什么味道 对 淡淡的闻的话 但它吃下去有一个 很香的豆味之外 它还有一个微微的甜味 没有到纳豆 就像一个豆类 对 我觉得像纳豆 还不赖 其实现代人肠胃不好 除了压力不大之外 另外就是说 因为随了年龄的增加 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 会越来越少 这种老化的过程 所以当你肠胃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不得已 就是要补充一点益生菌 就像依林刚刚讲的 这个枯草菌 为什么叫枯草菌 刚才很特别 它就是它在研发的时候 是从枯草当中发现的 那都是包在那个 枯米梗里面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这种菌 事实上在自然中 其实无所不在 土壤 空气 枯草 树叶 落叶里面都会有 那这个它有一个特异功能 就是它很耐酸 所以当你吃进去的时候 到胃酸 它几乎可以通过它 它在作用的地方 那在日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它就用枯草菌做研究 它两百个人 就是肠道比较不顺的人 它分成一组吃到 真正的枯草菌 那一组吃到假的 等于安慰剂 第四个礼拜开始 它的排片顺畅度就改善了 等到第八周 它的顺畅度等于改善了 就开始统计上 有显著的意义 有差异 所以看来这个是有点帮忙 那我要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在大陆工作的一个台商 它本来它每一个礼拜 大概有一两天它会拉肚子 可是前一阵子 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它压力很大 它开始一天要拉三四次 有 常照 对 吃完饭就跑厕所 甚至有时候开会开一半 就要跑出去 所以事实上对它工作造成影响 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封城 它就赶快跑回台湾来 那我们做完大肠镜 你看肠子都很漂亮 没有错 它就是典型的 真的好麻烦 所以这种人 除了我们要处理他的压力之外 事实上 也会对他的肠道会有帮助 真的 所以我们常说医师 就像侦探一样 对不对 抓出疾病完全是靠经验 跟病化所提供的一些线索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身体 给你的任何蛛丝马迹 有异状就赶快 求教医生 相信你也轻松地 就能战胜病 是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 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 谢谢大家